中華官議會有在要實現公開討論方款議員 在這個月設立第一次將議會實行在網路上面討論 透過這項措施加速議會公開討論的腳步 也檢查官民對議會互相作夾的質疑 官議員張東正在今天召開記者會 占對議會將議事過程 全部刷定討論的過程拿出說明 中議員表示在5月14日的時候 就檢查人數並且以市民政策提出 將議事過程進行特報的議案 而且檢查台會心意通過 在6月設立是政策在山頂起步 議事直播這是一個時代的趨勢 那因為最近我們在6月3號 也有公民團體過來做一個抗議 那外界可能誤以為說 因為我們是因為抗議之後 才會來做這樣的一個現場直播的一個 這個過程 那因為其實我們現議會 我們彰化現議會呢 一直以來已經這個議事現場全部沒有剪接 全部轉播這個過程呢 已經有做好幾幾年了 那這次這樣子做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說 要這個記者的目的就是要告訴我們的縣民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現場直播 是因為我們議長 經過議長同意之後 我們在東正在我們的5月14號 已經正式經過法定程序 然後提出提案 那也經過我們小組在26號審議通過之後呢 送往大會審議 那在6月3號的這個晚上7點34分 正式通過 官議會議長謝田林彪時 議事順序的過程 是是憲民主政地 透過幫助 讓官民都可以了解議案心意的過程 因為立場有公民團體在農議會上 所以議長也表示 只要是好的提議議會都會接受 但是議會在報 已經在進行當中 不是公民團體太簡單 新中華新聞北明林 管議會蔡鳳報道